菩萨道行为 就是广洁善严 广度众生 离苦得乐的行为 我们称他菩萨 是这样的意思 菩萨不是果位 所以有些人以为菩萨是果位 没有 错了 不对 我把那章写得很清楚 果位只有四种而已 那佛 每辈子他说 他在行 因为我们巴黎藏也有写 我说他从前辈子是菩萨的时候 他还自称他是菩萨的时候 所谓他菩萨的时候 他就是广行善事 广传佛法的时候 还要出家修行的时候 这一段期间叫做菩萨期间 这样大家比较懂 菩萨还不是 还没正果 大家要听清楚 菩萨还没正果 菩萨连一个出果都没有 千万不要误解 这样误解就是 菩萨连出果都没有 因为他可能要好几百事 几千事一直行菩萨道行 行不大刀 我们这一尊火跟上一尊火 可能这个距离 比如说有 我们不知道多少年嘛 可能以我们经典讲 可能五亿多年之后 五亿多年之后 没了菩萨在下生人间 那这几亿点的当中 你看 释迦摩尼佛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在人间不知道出家修行的几回几趟啊 所以他连正到出果都没有 假如正出果的话 他应该是人间走去趟 天堂走去趟 他就在天堂去那边 这个露灭了 他还不会来成火了 不会 所以他成火的用意是 要将这一套能解脱生死 正得无比字 解脱字 来 透过他成火这个过程 来误了这个 这个方法 这个道理 这个技术 然后传教 这个传递 或是教导 他当代 他这一尊火 以后的这些活地子 都能跟他一样 能振到阿罗安火 是这样的意思 那在这当中 一尊火跟一尊火这个期间 因为已经 假如这个事件已经没有罗汉了嘛 所以没有罗汉的时候 没有人来教说 让我们可以种的阿罗汉果 解脱生死制 可以解脱生死的方法 技术 没有人教啊 一定要等到下一尊火出来的时候 才有 来教这一套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期间叫做菩萨 菩萨不是每一个人叫做菩萨 菩萨是被上一尊火受祭 你以后会成火 你就是下一尊火 这样叫菩萨 所以菩萨只有一位 所以我们是 关心不大 好多菩萨 不是这样子 拜托不要误解 千万不要误解 上一尊火跟这一尊火的当中 只有一位菩萨 这位菩萨就是要将来再成火 叫做菩萨 他被上一尊火受祭 你将来会成为下一尊火 那么这段时间 你还没成火 叫做菩萨 但他连出国都没有 因为他这个期间都没有来成火 没有人教你如何正德四国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的技术或方法 都没有人教嘛 就是没有人教 所以没有办法断轮回生死 所以没成火 还没成火之前 他在行菩萨的期间是来来回回 不知道几千百世呢 来来回回人间修行 不知道几千百世呢 假如说他有正德出国 他不用那么 他就欺世人间而已 他的人间欺世而已 所以从今天我们就可以了解 推理就知道 原来菩萨连出国都打不到 解开谜题 这才是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巴黎藏 我恍然大悟吗 巴黎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不用猜谜猜 不用大战经都用猜的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那样 结果都不对 巴黎藏 巴黎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言简意该 不啰嗦 也不深化 对 你看就知道 原来菩萨就是这样 就是被上一尊火指定受尽 你是未来的一尊火 千百世 那么这一段还没成火期间 你叫菩萨 所以菩萨只有一位 没有二位 三位 四位 那么多 知火菩萨 有诸火 没有诸菩萨 菩萨 火跟上一尊火跟下生这一尊火 中间只有一位菩萨一位 能被上一尊火受计的 比丘叫做菩萨 其他人没有资格叫菩萨 了解吗 所以因为 为什么还有下一尊火来 因为上一尊火教导我们的